好的 那另外一个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 他讲说他自己的侄女呢 遇到非常麻烦的问题 他的侄女在家里呢 他侄女的先生一天到晚就给他精神家暴 大声的骂他 然后给他脸色看 给他冷暴率 各式各样给他精神折磨 那他这个侄女觉得很痛苦 在这个婚姻里面每天都有被虐待的感觉 那像这种状况他想要办离婚 但是呢他的先生说 只要你要跟我一离婚 你休想拿到我们小孩的任何抚养权 那他舍不得自己的小孩嘛 所以他现在想要请教一下专家 有没有可能因为自己遭受家暴 像这样子的语言暴力 精神暴力 然后他的这个获得小孩抚养权的机会 就会高一点呢 还是说这是两码事 一个是小孩抚养权 一个是他自己自身的这个 婚姻跟先生相处的状况 这是两码的事 可不可以请我们的杨安丽 杨律师帮我们解说一下 嗯 可以的 所以这个要看这个先生在骂他的时候 有没有影响到小孩 如果他是在小孩面前这样子大吼大骂 那这个虐待不是只是在他身上 而是在小孩身上也有 那如果他没有把这个小孩带走啊 或者把这小孩跟父亲分开来 还是做什么事情来保护小孩的话 那他也有责任的 如果有邻居听到他们在吵架 然后去报警啊 或者报告到这个小孩的保护部门的话 他们可以来把小孩从 不是只是从父亲带走 而把这个母亲也 从小孩从母亲也会带走的 因为母亲没有做到责任保护到小孩 哇 这事情真的是非常严重哦 所以刚刚这个妈妈留言给我们的 除了你自己要保护你自己之外 你们家的小孩在听到你被骂的这个阶段 其实他自己的精神状况 或者是自己的这个人身安全 可能也是受到威胁哦 所以这个一定要严肃处理 所以像他这个情况最好的方法就是 应该要把小孩子跟他自己一起带走嘛 是不是 对 对 最好全部都分开来 除非那个父亲可以去上一些 有一些课程 是教他怎么样子控制 如果他生气的话 控制他自己的脾气啊 还是要怎么样子照顾小孩 他上完这些课程 他们可以在一起 可是如果他没办法控制他脾气的话 那妈妈要做到责任保护小孩 把小孩带走 或者申请这个禁止令也可以 哇 禁止令 所以这个真的是要赶快严肃处理哦 毕竟小孩这么小 如果遇到这个情况 他自己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 妈妈是有责任的哦 谢谢我们杨安律 杨律师谢谢你的解答